我又看點筍 可以了 應該可以了 看一看 咦? 有東西看 好期待 先搬那些 大家一齊都看了 為什麼你要遮掩 為什麼 因為它要 有些不太方便 什麼不方便 你機機 但你撞了色 不要緊 當然了 都可以了 是不是開始了 我聽聽聽 會不會側了少少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其實鏡頭好像側了少少 有沒有 OK了 沒問題了 好 大家好 看看有多少人在看 現在一個人 一個人 最多我們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在看自己 還有我 好可憐 對 我們等多些人進來 好 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特別嘉賓 我是Dark Vader 沒有人看 沒有人看 沒有人看Dark Vader 很可悲 我覺得 有四位了 是不是上我們 有四位了 好了 看不到 耶 耶 這位同事 真的很熱心 你真的很熱心 在這裡推我們的Pose 好啊 好啊 你有什麼同事 真的好 好啊 我們等多些人進來 介紹一下 整個小時都沒有人進來 好啊 那我們都要這樣 對 我們就坐在這裡 等一下看我們 我們要 可能你要靠後一點 否則看不到 雖然你遮了他的樣子 但是也 看看你 是啊 但遮了他的樣子才好看 對 不如我們 我都分三個 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好啊 好啊 你是誰 咪咪 我是網上外展社工阿多 好像都兩個來 三個禮拜沒有見大家 是嗎 是啊 不過我現在進來了三個人 應該沒有 應該經常見 好 那你是誰 三個人 你是黑武士 大家一看到我面 就知道我在黑武士 對不對 是 那你想我們怎麼稱呼你 我怕我叫錯了你的名字 這樣啊 那你是黑武士 你改一個比較厲害的花朵 黑武士 我先去黑武士 你先去黑武士 我不是很習慣 這種風格的 黑武士 我未試見得開一點 白聲 起碼你先給點呼氣聲 裡面臭不臭 很臭啊 嗨 嗨 嗨 你好 你好 你叫什麼名字 嗨 重奇 黑武士 你叫黑武士 哈囉 我是臨時嘉賓 嘉俊 是嘉俊 你好 嘉俊 謝謝你們來做我們的 客席嘉賓 那你們知道今天的主題是說什麼嗎 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大概關於什麼 那我們這個月 這個月他們的主題 知不知道 什麼他們 你呢 我知道 說來聽聽 你是幸福嘉賓 大家如果有打過功的話 我那些DARPADER是老闆 你說 DARPADER是老闆 要管著下屬 今天就要用下屬的角度來講回 以前打工的時候 公司有什麼奇形怪狀的規則 奇怪的規則 真的 我上班的環境很好 沒有 即是砸爆自己的X公司 今天玩 所以你是不是大頭盔 所以你是不是大頭盔 所以我就要大面債 好啦 那我們也講一下今集問題 就是什麼 公司裏面最奇怪的規則 嗯 就好像之前那樣 如果你留言 我們又選中了你 就會有50元的New Way Coupon 其實我會懷疑 那個問題字 如果在電話看 就是小到沒得再看 不要緊 不要緊 你們保持著 應該在Caption那裡有 可以拉大一點 可以拉大一點 拉大一點 會不會好一點 可以 那我拉大一點 我想用電話看 全部都不認識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好啦 其實我們剛才又說 但可能未來 你不認識我們 但我經常見你的 我那一次 我是社工Mimi 沒有人認識你 好大 我對 這麼大正 最好在中間 你看你這麼大 看不到 可以 社工阿多 阿多 咪咪 你呢 怎麼稱呼 我都說了我叫黑武士 黑武士 黑武士 臉罩都可以告訴你 對不對 你呢 我們的客席嘉賓 客席嘉進 咦 你改了名字 為什麼 什麼嘉進 你剛才不是說 剛剛是叫他自己加進 可以造成的 沒有 沒有改到 真名 好 我們先開始吧 我們不如說一下 有沒有一些 之前做過什麼公司 真的好不行的 規矩你受不了的 有沒有一些很嚴重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 嘉進 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我之前做過一家便利店 就是 你喜歡 什麼顏色 你說什麼顏色 紅色 有一點紅色 哦 OK 小的呢 我覺得他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 我們有時候要上八個小時 他只有半個小時吃飯 其實我覺得是不夠 半個小時 八個小時才只有半個小時吃飯 半個小時吃飯 半個小時吃飯 是啊 就是外面的公司走 你九個小時都有一個小時吃飯 是啊 所以我是覺得很不公平 那真的啊 那你半個小時吃呢 其實不是一定要你吃 裡面變你叮叮的東西 不是可以外賣 可以外賣 你一定會幫助他 那要夠時間 那要夠時間吃啊 那要夠時間吃啊 那他不讓你走啊 不是 不過我是跟其他同事合起來 就是你吃一個小時 然後你外面先頂住 一個小時 哦 就是到他吃飯的時候 我就幫他頂花一小時 哦 我真的可以離開店裡吃的 是啊 但是半個小時 你能走過對面馬路 但是通常我們偷偷地都是一個小時吃飯 哦 所以不 怎麼可以偷偷地 有沒有 可以說一些工略來聽啊 首先要你先離開 不要在這裡 然後要跟另一位同事先熟 哦 你說這個工略就 每份工都對 做完要是什麼 你跟那個同事 你跟那個關係 如果同事跟你的關係不好呢 不好 他撈爆我 我撈爆他 啊 沒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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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都 大家都 大家都繼續吃半個小時 哈哈 是不是 是啊 還有呢 還有沒有 便利店應該都很多 這些 可以看雜誌 是不是跟同事熟了 就可以看完這些雜誌 是啊 滿一集我也會拿雜誌出來看 滿一集 不是 滿一集 滿一集 哦 那會在哪個位置看 那個名證大去收銀處都看 哈哈 真的嗎 是啊 但是 通常那個位置會有 CCTV CCTV 是啊 有時候英里都會說一說 真的不會特別追究 其實沒有什麼損失 就算我看的 很多就算街客都會這樣看 就不會 都不會給錢買的 有人就說去公司只有45分鐘 其實都很少 都45分鐘 其實很少 但是你先回幾個小時 但是 通常 其實回 full time 才可以吃飯 不是嗎 你一定是回八、九個小時才可以吃的 如果你回四、五個小時 不會包你吃飯的話 是不是這個意思 九個字我真的不知道可以吃什麼 可能少一點 如果回四、五個小時 可能都會給你十五至三十分鐘去吃 是不是 嗯 有些是 是的 他說回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只有九個字 那你吃什麼 第二道做 轉公司 還是七十一 你在哪區吃 他不是 他猜是這間公司 他猜是他講的 哦 你在哪區吃 九個字 你排隊也沒有 其實坐升降機都已經 已經不見了五分鐘 對啊 我們就有一個小時吃 哈哈 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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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出去吃 是比大飯快的 出去吃快 除非你可以早一點點 你還可以早餐 我以前回小奇工公司 就是有個阿姐 很好的 早半個字一個小時 就會幫所有同事 在廚房拿些飯出來餐 對 對 下面那句說什麼 做院舍只有半小時 做院舍只有半小時 就是一樣 都是只有半小時 圓舍 什麼圓舍 老人圓了一點 對 類似 要留 是不是要在院裡吃 真的 在虧錢的零食店 所以他都不虧給你 只是批你四十五分鐘 是不是那些什麼 日文名的零食店 零食物魚 是不是 是不是 類似糧品 做院舍也只有半小時 安老院 其實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 真的只有半小時 為什麼安老院 反而只有半小時 這麼少呢 是不是要照顧老人家 一起吃 但是 那不是很多 如果跟老人家吃 就多一點 如果跟老人家吃飯 我給你一個小時 其實不可能出去吃 那不算吃飯 都算回工 對 那叫有飯中 還是沒有飯中 對 沒有吧 是不是不夠人手 還是 輪姦問題 有沒有反應過 還是都是 通常這些 面對這些規矩 究竟大家會不會爭取 其實我想安老院 那些是一些 大小小的公司 公司 很難 就算反應都沒有用 其實很難 但是都幾不人道 no no 他說沒有人敢說 對嗎 應該是 那些小職員 通常都不敢跟老闆說 對 通常換你就是 你不對 你不要做 不要做 真的有人做 對 不要逼你 還是那一句 我請你回來解決 問題 而不是 給我問題 這間 小心爆 我不知道是甚麼 這間 怪不得 原來這間 我不知道 是不是 CAM的 什麼頭單 怪不得 你最喜歡買那間零食 拿我一張 會員卡去買 我不是很喜歡 我拿你的會員卡 就知道我不是很喜歡 大家 這裡變了自爆 自爆 來 繼續 你們留了之後 你們爆才拿著我 對 我們選中了你 有機會去唱K 對 所以繼續留 我們可以的 我想問現在唱一次K 多少錢 唱一次K LunchK好像是59 最便宜是59 我補多9元 你多給9元 又可以唱LunchK 好 現在唱K 那我也要給心K 你說一下 你好像也很多 不算多 話說 雖然小弟也是一個Dark Vader 管著一群兵 但是以前都要 都要打一下B 雪技工 你的兵是你白兵來的 是啊 白兵來的 但是 讀書的時候 怎麼都要 賺點生活費 當然要打 part time 那 final year 的時候才做part time 當年就在這個 某巨型連鎖 的 巨型連鎖 我的化妝品零售公司 是 我知道 嘩 只有幾間 我不開名 我不開名 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出事 這樣 有什麼奇怪規則 翻四個小時 好像有三個字 我記得 嘩 這樣也OK 翻八個小時 就好像比 但就沒有吃飯 翻八個小時 你加起來都是只有半個小時 頭 我記得是 翻八個小時 好像是一個小時 我記得是 這樣也OK 算是這樣 但是 翻了OK 沒問題 但我覺得有件事很奇怪的 就是 不知道大家上班 會不會打卡 這件事 我試過 有 有打卡機 有打卡機 你猜是莎莎 不好意思 碟字 不要開名 但是 我不會告訴你 這個答案 Garry讚你 哈哈 哈哈 那個姑娘 挺傻的 我不是你說我 我不是說你 算你有眼光 掌你看多半個小時 是 是 是 打卡 這件事 正常說是放卡 然後卡自動打上來 是啊 但是 公司的打卡 還要再經一個步驟 就是 要入你的員工號碼 去一部機 你要站在一部機面前 然後 拍一張相 那叫打卡重要 還是那張相重要 他們好像說是拍照重要 比打卡重要 真的 好像 那些口按 你打手指 還要對著我鏡頭照 那樣 是自己拍自己 是啊 是拍自己的樣子 就是拍 喂我打卡 不是 不是 那一部機器是在打卡機旁邊的 那你打完卡之後 那你們就要把臉上去拍照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但是問題是 我 由入職到來 我還是不知道我自己的照片拍成怎樣的樣子 還有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到底有人做什麼 其實知道也沒有意思 沒有關係 他想 因為他怕有人幫你打卡 但是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我的想法就是 你有沒有上班 那些老闆知道 在打卡 我覺得這件事 我也不太成立 自己個人覺得 是啊 你想不上班 有老闆知道嗎 喂 喂 你有沒有問過同事 也是這樣 是不是老闆只要你一個 他想收你的時刻 不是 不是 其實老闆想收你的紙刻 其實其他同事不用的 所以你沒有見過別人的 是啊 可能他自己拿的 其實這條規格 不是特別對應用女僱員 即是女員工那些 女員工 想偷她的照片 不是 但是那些主管都不是男人來的 都是女 通常化妝店都是阿姐 是啊 沒錯 華麗登場 怎樣啊 鄧姑娘 你是不是要用自己的一家 我問了 等一下 有些人說什麼呢 還有說平時吃飯 對了 他說吃飯要不要打 吃飯要打一次 平時打 吃飯也要打 都要打 他有四個難的 這位觀眾問得好 有四難的 一個是給你早上 即是吃飯前的那一節 你上班 然後你下班 有個休息 吃飯 你又打一次 但是 幸好你吃飯的那一節 都不用拍照 因為拍四次照 我覺得都有點超過 我覺得會 其實拍一次都有點奇怪 對 你上班 你有沒有同行 因為她這間化妝品寶 同行都有兩三間大型 類似的 是不是都是這樣 知不知道 隔離牌子 我不知道 但是 應該每一間分店 都是這樣 我覺得 很厚 我覺得 都很奇怪 這件事 都很奇怪 就是我直接不打 這些真的 有點太不信員工 我覺得 煩 一來煩 二來好像每一天上班 都好像被人檢查 工作的時候 的確 經常都 塞一無神 主管進來噴火 噴火 那些都是 先拿著我的滅火棟 哈哈 滅火棟在其他地方 要走出去外面拿 你走不掉 那位 會怎樣噴火 你聊天也會噴火 嗯 真的喔 跟客人聊天 跟客人聊天 我們不用對客人 但是 有時候 跟客人問話 你要答到 還有 又說不用點對 但是客人問話 你又要答到 是啊 我真的不想對客人 有人說 我以前上班 會有人幫我打卡 我經常出量的人工 比我真實上班 挺好啊 這份工作 那就真的 不公平了 這個世界公平嗎 這個世界公平嗎 好像有聽你的同事 說過他的經歷 真的很厲害 我以前也有打卡 但是同事就說可以不打 其實我都試過不打 之後就問回 我忘記打 然後就寫回 九點上去 基本上是很無聊的 又要簽到 又要打卡 嗯 跟著其實打卡 就沒有什麼人看的了 總之打卡機是不會有人遲到的 因為遲到就不會有人打 是很無聊的 然後簽到 其實大家想寫幾點就寫幾點 都是很無聊的 是的 純粹是老闆 可能看到你遲到就是遲到 但是他不會有任何記憶 告訴你你是遲到的 因為全世界都很準時的 嗯 不知道就是要做什麼 我之前試過就是 原本不用打的 就是因為太多人遲到 所以多要一個措施 就要打卡 你有沒有份啊 我想問 這個我不要問 我不說了 事後是基本 就是太多 是啊 但是名外不是用寫的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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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這裡做的 我們呢 網上外展有很高科技的 高科技到我都不太知道 怎樣去知道自己上班 就是Live 看CCTV是吧 我們用WhatsApp告訴他 我們會跟老闆Facetime 我們現在 說我上班了 是啊 下班之後 只是趕下班 不用開班 是啊 這個就是 只要上班放飯的時間 都已經有很多奇怪的規矩 例如呢 你們剛才說的 嗯 放飯的東西是一樣 還有沒有啊 還有沒有貨 我想問 你以前 你以前 穿制服的東西 你問我 我不能問的 我不能問你 我又沒有回過要穿制服的工具 你老闆 我沒有回過要穿制服的工具 哇 真的好啊 什麼工具的時候 什麼工具 我可以說一下 什麼工具 我有啊 我有啊 有啊 我有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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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沒有啊 有啊 很不公正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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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專業啊 有啊 那件 有什麼作用呢 不知道啊 公正啊 告訴同事 我是在上班 我都不知道 到現在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要穿布來展布 對 然後啊 還翻過 入Data 然後 入Data 也有制服穿的 沒有啊 沒有制服 所以我翻過後 也沒有制服 對 但是你那些化妝品 就要制服的 我們要的 你敢問一段有話想說的 對 因為呢 我有朋友 之前在 某一間日資的服裝公司 就是 UNICO 哈哈哈哈 好成啊 好成啊 為什麼我好像 每次說一些 就是我不用說我的名字出來 但是大家在猜 當然啦 你又說到這麼忍悔 就不猜啊 那當然是忍悔一點 就好了 我們忍悔就要猜 我也不想反過 之後我的朋友給別人 什麼 偉知是誰的朋友 真是Yuki 你這樣說好像有些道理 有些道理 我沒有理由猜你的朋友 但是我也堅持不開名 某一間日資的公司 那就很堅持 那些員工 那些衣服 是要看清楚你的衣服 是不是趕到直不甩地上班 哇 整齊 這是紀律部隊 沒有理由 我去那間買東西 那些衣服 那些人都不是一定直不甩的 那可能不是你說的那間 再猜吧 你 猜你沒用 日資公司 日資 即是要起閣 哦 Muji可能是 Muji可能是 起閣還是起閣 你說是 即是個人自殺他 你不是想請公司入這個訴訟 很不平的 穿出來 明明在賣的 其實是一些賣便服的嘛 那便服你平時穿出街都不會什麼 是啊 但是起閣 你穿出街不會 不過我想 我們公司在推廣 就是要你們穿到這樣的 但你穿得差而已 那日資公司是否會注重這些東西 是啊 日資公司會注重那個 可能入門會注重形象 多一點 就是你去Sogo 坐升降機也要有個人跟你說一下 按一下升降機 早一點回去 早十分鐘回去 是啊 即是你又多回十五分鐘 但這個 這個很難說 因為有些行業是 即是它是計算你standby的那一刻 是不是啊 但我想它的意思就是 它不會計算你三個字 是啊 不計算的 那就不算早了 是不是 即是有些行業是 是真的這樣計算 是不是啊 很多行業都是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 當然也有 護士也是 對啊 護士屋 那也是 是啊 難道你做手術那件 打完卡之後 就有需要做手術嗎 我想你也要做一些standby 那些事情 但是看看算不算你上班 所以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是不穿制服那些 是到時回去才換的那些 不對的order 哈哈 還有有人說 你有沒有想過 你遲一分鐘就扣你半個鐘 OT半分鐘 就沒有給你半個鐘 就扣你半個鐘 哦 香港的OT文化 是不是說的人 嘩OT文化這件事 我覺得 什麼啊 怎樣啊 就是它說你遲一分鐘 是啊 就扣你半個鐘 沒錯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不公平 我覺得是離譜的 我上網都找了一些資料 其中一條就是這個 這個真的 它說你遲一分鐘就扣一元 如果不合理呢 我OT一分鐘就扣一元 是啊 還會被生氣了 突然間 你認同嗎 你生氣這個 生氣是否表示 很生氣老闆 你不是分開我們嗎 這些真的是 但是扣錢 其實公司立場都挺麻煩 其實我覺得是 算死 怎麼說呢 其實是很難 為什麼可以扣錢 我一直都不太明白 我上班的概念是 earn money 賺錢 但我現在上班是被扣錢 其實這個什麼概念 就是earn less money 我最多賺少一點錢 你不可以扣我錢 你這幾分鐘 你不可以用罰的 我幫你做事 你為什麼要罰我呢 你遲到那十幾分鐘 可能已經有一個生意 這樣走出來 我最多叫賠償 但是 但是 他當是一個賠償的概念 你要完全合理那個責任 是要在我身上發生 大佬 對不對 但是首先 我也是這樣的 要看看你遲到 若非若非的嗎 可能是 我是的 可能是 但我都很看你遲到的原因 你最近 常常遲到 那當然要照顧阿肺 但是 如果真的塞車那些 沒得說 是不是呢 塞車你 因為我們住新界都常常塞的 不能天天塞的 就真的 是啊 就算你塞得一天 通常老闆就會說 你再做一班上班 所以我 就是這樣合理 是啊 所以 但是我一調轉就是 為什麼OT沒有補稅呢 這些 還有 我知道有些行業 就是要求一定要OT 一定 你不OT就會被老闆照廢話 為什麼你這麼快做完的事情走 其他同事博了什麼 我們都很快 是啊 我當然是做完的事情 就是做這首 是啊 但是有些人 老闆就會說 你時間管理 講一堆事情 就覺得你一定要OT 我準時做完的事情 就是我時間管理 做得好 其實是工作效率好 但問題是你OT 就是你不能做的事情 反過來 然後他就會再跟你說 就是因為你做的事情 我才會請你回來 你做完你的事情 我可以再給更多一些 這是你的價值 我記得一看過 那個post 是不是也有說這件事 OT 上網的討論他 最近有個post 很熱 就說老闆 說過什麼好面的事情 好賤 這是什麼大命運 我覺得這句真的是 我老闆跟你說 這個 但是挺好笑的 這句 不是網上看到的 這句真的好用 我是夠精進的 我覺得同一個logic 是可以放在不同的情境出現 其實最常出現 就是我聽過最常出現 反而就是 我以前打工的時候 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 我這些真的難聽過粗口 我聽過更難聽的都有 說來聽 其實這句也是 促使我當年 直接辭職的 不是 整隊一起辭職 懲罰 你先說來聽聽 這樣 其實本來就很輕奇 支持他比心心 不支持他比生氣 對 那時候 其實是一樣 完全 我們都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事情 有時候 真的沒有東西在你手上做的時候 你會跟同事聊 剛好 主管心情不美 進來 當然要找些人 放火 對 放火 放火 在那裡燒 燒到差不多一句話 燒到後欄 你知道你們這個位置 其實 就是 公司沒有了你們 其實不是不行的 這樣 我那時候覺得其實是很難聽的 老實說 是啊 因為我們 就是說 都是兼職 其實做的事都算是這樣的 做的事都不算是 真的 很影響 太大的流程 嗯 一定是有一些 他要放火嘛 是啊 就是老闆眼中就是 你不可以有一刻 停在那裡 不是在做事 是啊 我也試過 我試過 鼠氣功呢 給一個女人 就看到我沒有工作 我們就猜是哪個女人 哈哈 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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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的Post 你有貨到就有工作 如果那些貨還沒有 你沒有工作 公正堂啊 有報到就剪 沒有報到 然後 然後呢 一回到去 其實可能的速遞未到 你就坐在那裡等 但我真的坐在那裡 沒有上網那些 真的等 然後他每天走過來 說 你沒事做啊 去廁所拖地 他說 廁所很骯髒 很大的 就去廁所 嘩 我真的覺得 嘩 我不是覺得洗廁所 這件事是很差 但是 為什麼你會這樣走過來 可能你辦公能不夠 這樣說 找東西要做 沒有東西要找 很正常的 我不是要特意找些東西來做 而且他的態度是很差 基於那時候 我是暑期公 一個很膽小的妹妹 我就躲進廁所哭 就洗廁所了 就躲進去哭 我沒有洗廁所 我就真的哭 那時候的處理方法 就霸氣一點 是怎樣 我那時候 就是霸氣 那時候 那時候有三四個Part time 一起聽到主要這句話 之後呢 談了半天 我們阿馬底 決定第二天一起集體 提辭職信 嘩 好威風啊 懲罰的老闆 誰是Leader 但是 他有沒有留你 我其中一個 留什麼 但他們一次過走 你說到我們這麼低微的話 這麼不要緊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走 你說沒有了我們 公司不會有很大損失 還對 你覺得我們幾個是養懶著我們 是啊 我也覺得 慢慢做 受這些侮辱 不可以再留在那裡 是啊 連他都不尊重你 你怎樣做得開心 我覺得 老闆同學公關 是真的 說尊重這件事 是為人先的 嗯 不過有些老闆 真的特地會人身攻擊 例如呢 聽過 聽過 不是攻擊你 你好像想趕你 你被人 人身攻擊 不是都是看Post 你說 你說 開一開 你繼續說 你繼續說 就是說你 你的樣子不夠漂亮 然後你 做事又 又 又不漂亮 又不可以漂亮一點 不可以漂亮 就是你的樣子如何 變成 是啊 但好像 我做些事情怎樣才可以很漂亮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漂亮 是啊 是啊 這些真是 我覺得老闆很少這樣說 但其實 是有些傷害性的 傷了你心 原來不知道 是啊 但有些真是很人身攻擊 是啊 說樣子 真的 千萬不要說家人 記住 大家 有啊 我看你說那個Post 我見過有一句 就是說 為什麼你 誰誰 生了你出來 那麼蠢 那些事情 哇 很多 神經病 我覺得太過分了 有人就說我會 嘟嘟他 是啊 如果 留命給你嘟 我有 夠膽的我都有嘟 但最後我還是哭完 就遞了辭職信 走了 很廢 是不是 但我覺得很帥 其實 遞信之前嘟了他 真的很帥 是啊 那時候我也很後悔 我人生我一定會做一次 哎呀 好可惜啊 我們只是遲了職 我們沒有嘟嘟他 我覺得人生就是 太厚度了 我們那個人 不是不是 年輕的時候 做一次一點 是啊 面具男 令人覺得他很有親切感 面具男 很有親切感 誰說 他是一個好男人 是啊 他是一個好男人 還有人說去廁所要打卡 神經病 去廁所要打卡 我只是聽 看過有個post 公司貼了一張紙 說不知廁所不可以多少分鐘 多個去廁所 有沒有到數鐘 對 真的不可以 限時 一進去就要按 第二次 去廁所不可以帶電話 但是我想說 其實電話是你自己的私人財產 你公司的規矩不可以凌駕一個法律 應該 因為香港法律是不讓人拿人家私人財產 就是你要放在桌面 他叫你不帶 但是他不會抹收你 他也是 他叫你不帶 美其明是叫放下 但其實 實際上跟抹收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有些學校是要學生交電話出來的 我也覺得有些少不是這樣 即是職場上課 學校那些我反而不是這樣 但他也不是叫你交電話出來 他叫你不帶 但是 我聽見有些公司是真的會收人家的電話 收工才來拿回來 收了之後 不收了 那就是去廁所或者收工才去拿回來 他會收去哪裡呢 其實 拿個籃子 一人拿電話拿出來 把公司給回來 我幻想 我幻想是好像那些黑社會 不過我昔日真的有份工不可以按電話 在銀行做掃錢那個 那些當然不行 銀行掃錢應該很有規矩 銀行那些是 很專業 一上班就斷錄到 對 那 那 怎樣為止斷錄到 找不到 對 那總有這些工的 對 那些就合理 我覺得 是否合理 有原因的 譬如說做保鏢 難道你經常按著電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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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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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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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滑下來 很想彈他 但他很害怕滑下來 所以他拿著會又安全 你的手很累 你很細心 我幫你測試一下他的手是不是很累 試過10點 11點叫我吃午餐 11點吃午餐 很飽 試過10點11點叫我去吃東西 之後就不能再吃 但其實有理解 因為有很多人要輪著吃 有些服務性行業 我試過回M技 M技 M技他吃飯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他是不能吃套餐的 他會包你一頓飯 但當然會吃M技的東西 有限多少錢呢 那時候那個年代 24元 24元 但那時候沒有22元餐 但是他不可以 你說不可以叫餐 不可以叫餐 不可以叫餐 一定要散 然後就 我真的想不明白 通常那時候選什麼包多 嘩 想到你頭都行 有條方法 我現在忘了 有些人同時計過 計過了數 不知道吃什麼 吃什麼就可以搭多一杯雪糕 你也不超飆 但是沒有可能吃包加汽水加薯條 這是一個餐 就是沒有可能的 價錢是不行的 除非你自己補錢 還是好像不知道可不可以補 又是很奇怪 還有沒有人有貨 公司裡面最奇怪的規矩 你留了 就有機會贏50元 現在好像不是很多人搶的 50元 大家可以繼續努力 還有什麼奇怪的規矩 我講一下 不如我上網也找了一些 很多的 好啊 不要笑 我們喜歡你口 不是說笑 這次說奇怪 奇怪真是好笑 先看一下 有一個 你的字呢 可不可以直接一點 有一個 我們日資公司來的 可不可以 你給我一個堂楼 奇麗一點 你張A波子 是啊 這個挺好笑的 明明個個都是香港人 內部email不可以用中文 哈哈 哈哈 是啊 這句話很難找的 是啊 我有一個 平時寫report 為什麼經常都要用英文 但是明明看那個人都是香港人 我又不太明白 是啊 他就說 主要是他公司又不是國際大公司 不明白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寫email不可以用中文 回答 英文 英文主義 對 但是容易被人捉錯字 很容易 一知公司 可能他很想訓練你的英文 有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 要硬打一些Soft-Term那些 FYI 硬打一些人不太明白的Soft-Term 在公司範圍不准說髒話 很可愛看你做哪個 什麼叫範圍 地底算不算 地底算不算公司範圍 公司範圍 很敏感 入職之前要問清楚 這個其實是教育界 不可以說髒話 對 老師那些 社工那些 如果是地盤 立法會議員呢 如果地盤裏面不能說髒話 不可能發生 司英行不行嗎 譚仔那些 譚仔總是說髒話 物演 譚仔那些說髒話 規矩就是一定要說髒話 你不說髒話就不可以 人家說髒話都聽不懂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譚仔為何這些女生一定要化妝 有化嗎 有的嗎 你沒有看得出嗎 我就是知道大家落的 她有眼影的 不是大家落的 有的 譚仔說她說自己管理很好 所有人入職都會有一堂教她們化妝 但那些妝就 為什麼不教她們的廣東話 那一堂不夠 我們不是覺得譚仔的服務很差 譚仔的服務很好的 你一叫她有人來 但譚仔的姐姐是需要化妝的 這裡也有條制 規定上班一定要化妝 她自己是嗜好 不是的 她是一樣的 所以你才不覺得她有化妝 說歸說不要貼照 記住啊各位 這裡也有說 有些工作一定要化妝 那如果對客 可能真的要化妝呢 不如你說一份不用化妝的工 但是要你化妝 不需要化妝的工 做瘡但是一定要化妝 好笑 我做瘡也沒有人化妝 有些害怕 如果有老闆說你不見人化妝 真的 她是不是在暗示這些東西 很害怕 不知道 還是你自己喜好 這個真的比較慘 員工痛失致親請喪嫁 還要付上死亡證明 叫她來合合理 叫她來看 如果個資源實來講 是不是一定要有這些東西才能夠請假 其實是合理 但是不是太有人情 我覺得是個事情問題 那個時間問題 是不是 如果你當日 其實這些是公關災難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人會說到 會因為這樣而發脾氣 而傳出去 其實怎麼看都感覺是公司的形象不好 是啊 但你又不吻合你的 是沒有人情味的 是沒有人情味的 這個會出事的 這間公司 嗯 也是 是啊 好啊 還有 剛剛有了 多一個 不太行啊 試過回10點 這個同學的東西更好 8點 但5點才放我午餐 我X到店長死 從此之後 他不夠膽 3點後才放 好有霸氣 好啊 好啊 其實真的 香港真的很需要這些 這麼勇武的青年 我覺得 我也覺得 不知道什麼時候放午餐 有些公司是這樣的 嗯 是不是好像 王浩淳那個 整天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放 什麼 可能沒有我借播 對 沒有我借播 那集 我最近在看 是怎樣 不是不是 射招輕熊轉 射招輕熊轉 你笑點 笑點 有點低 扣你昨天搞那個 我不知道什麼 什麼壽司 但是真的要 不怕被人擦 好多膽 什麼 但是真的要好有膽 真的不怕被人擦 對 我想你現在吹出來的 吹得很威 哈哈 之前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 那時候都很好 那些人很喜歡欺善 怕我 我也覺得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黑社會 會這麼大馬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哈哈 有沒有些威水事 可以分享一下 真的很厲害 吹得威 吹得威 怎樣對抗這些不公平的規則 我那天準時上班 我X了我老闆 他以後叫我可以不用上班 哈哈 我又想到一個 你說 你催還是想 我上一份工作 這份還是上一份 不如說這份 這份工作沒有什麼奇怪的 我不想 上一份也有點奇怪 因為是政府部門來的 那你的電腦 如果要裝IE以外的 browser 是要比上級批准的 有這麼多 那政府嘛 但是大家都知道 IE是不能用的 完全是行不動的 是 幾乎是怎樣 政府嘛 但是 但是 很有趣的是 你跟上級申請完 你裝另外一些 就是 可能是 花火沙 Chrome那些 的browser 之後 其實 他們是不知 什麼叫做 Chrome的 他們知道的 他們知道的 但是不太知道 為什麼不可以裝別的 就是 有時候 真的沒什麼做的時候 想想 其實我想知道你的申請 那申請通常要有些解釋 是的 要有解釋就是 你怎麼寫呢 我沒有寫到我沒有做 我忍了 我一直忍著 IE 他就是要你這樣 其他同事就有的 其他同事 但是我就 就是 他跟別人都真的寫到很有需要 才會 就是這樣寫 但是 我就真的 想不出一個理由 是不是他的電腦是support 不是太多電腦單位 是的 有很多可能 因為政府的腦都是 虧的 虧虧的 我也做過 都是虧虧的 這叫做他的電腦 不能support 太多電腦 真的 他的電腦太廢 不能support 你download太多東西 是的 或者有些插件 是用不到 導致你的腦很慢 導致你的IE 就是IE讀不到的東西 其他人讀到 但是 偏偏你裝的其他東西 他又要你申請 我覺得這點是奇怪 對 效率就不夠好 有人說不給人吃榴槤 榴槤 為什麼你上班要吃榴槤 你做一田 喂 喂 說真的 老闆不喜歡吃榴槤 其實為什麼一田那些 試食沒有榴槤試食 我自己來說 有榴槤就沒有我的 公司裡面 可能真的是 哪裡 不可以吃榴槤 不給人吃榴槤 哦 你公司 我知道你公司在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同時有看的 哈哈 真心 真心 真是好心 都要被別人說 是不是在說你的話 你想做得快些 但是都要被別人說 都 不是 我相信 每一個 就是出來打輸其功 就是有心 就是 想做好自己工作的 就是 初生之毒 都有 什麼叫初生之毒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毒毒 還是熟 好像熟 初生之熟 不畏乎 對 初生之熟 就是 都有這些 初生之熟 不畏乎 人人 嘗嘗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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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想這些orsch skills 我想這些年輕人都應該有 大部分 有這些感慨 懂嗎 什麼上臉啊? 上臉 是不是在說什麼? 是不是你就是那個店長 一個新人比店長更厲害 所以店長沒有什麼地位 其實很多 因為你做了店長 就很難叫他做回小 然後我發現了一個新人 很有潛質做店長 有沒有理由叫一個新人做店長 這麼誇張嗎? 都很多 什麼? 在貨倉 不准出去 餐廳 即是吃飯 大家吃飯真的很生氣 民以食為天 為什麼不准出去吃? 在貨倉吃不准出去吃 是不是叫外賣 做收銀要懂計算 這個為什麼不懂計算 要懂按計算機 起碼 你現在這樣成長 不要老老老老 我覺得多位接受 你很多貨 但是你拿不到QPON 你沒有人拿QPON 有沒有人可以BATTLE下去? 什麼? 這是阿山嗎? 如果等很久都未開單 就自己開單 黃入黃國出 自己是不賀包嗎? 好像你在做保險 那些 要跑數 那些地產那些 有人說天價是地產佬 自己買回自己那裡 然後可以做個價 然後就 穩定樓市 打牌 即是開雞也要吃一口 對面是Mimi 他在說你 他在說你真人化妝不差 是啊 我們再下去會怎麼樣 還有沒有 好像不是很多人回答這個問題 就快結束了 你們還不贏 那50塊QPON 奇怪 不如說說一些 你們想要些什麼 對 其實 其實我們想要些什麼 大家想說一下 對 上班 為什麼要上班 你想怎樣回 睡眠 怎麼可以回得開心一點 對 我想上班可以遲快 然後放可以早放 就是 你為什麼 直接不要回 其實是 給你少一點錢 不是 我正在做這個份倉就是這樣的 因為 只要你做得了 那些東西的話 他就不會理你 嗯 但是如果你做不完 就要OT 其實 我覺得挺合理的 就是 如果你的工作能力夠強 做完的東西 就有得早點走 但是現在說的是 你工作能力慢 你要OT 有沒有錢 OT 應該有 那做得慢 那會多些錢 是 但是我們一群人一起做 是不是 大家都寧願早點放 快點做完的東西就快點走 真的不想撈一間公司 但是就賺得少錢一點 就是反而效率慢的那個 不是 他一天都可以計算 差不多的錢 就是一天都有 起碼四百五百元 嗯 嗯 OD又 又要付 嗯 那就 遲些回 遲些回 出事 但是一定要做 我們剛才說過 扣糧 我記得是嗎 遲到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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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 我之前聽過 就 他做 髮人屋那些 髮人屋呢 很多 就是初生baby 去做洗頭仔 洗頭 叫什麼 髮人助理 很大工 就是 最低工資 那 最低工資 我想知道 都是幾十元 一個小時 那他遲到一分鐘 就不知道 跟他扣 兩元 嗯 其實你遲到半個小時 就已經是 已經是 沒有了 不知道多少 多少錢 然後他又再 double 這樣上 之類 其實他主要遲到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基本上你那天就沒有量出 那天白中 是啊 很搞笑 你自然回 很搞笑 那你正常當然會自然就不回 但是回又很愚蠢 真的 但是為什麼要遲到 你不要遲到就得到 其實不要遲到就得到 是啊 是啊 但是我覺得 他的扣糧那個機制是 大家都沒有著數 可能就是因為 他根本就是威迫你有 你不遲到就有錢賺 你遲到 你就沒有了 但是 你是那個員工 我做成不回 其實沒有 兩樣都是損失 但是遲到又真的不對 雖然我也有時候會知道 但是自己也心虛 其實也知道 是的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一些照片 有沒有做過哪一份工作 都很開心 其實我聽人說Google Yahoo那些 是不是很棒 Yahoo那些 是做什麼 Facebook Yahoo做科網 做科網 Google不是爽 做Google不是很厲害 是啊 有一套戲就是講 Internship 就是講Google 又有游泳池 又有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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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滑梯 又游泳 其實都可以玩 其實你要很有效率 才可以玩 不是 你玩完那些 又要做完那些 你真的要很有效率 其實 你八個小時 有四個小時去玩 除非你真的只有四個小時 還要有一個很好的老闆 起碼 就要準時收工 已經很開心 你真的很不常準時收工 你真的很想準時收工 其實 你一收工大喊 我收工啊 不做啊 出去啊 那準時收工 都是每一個打工仔 基本的榮譽 對 這個基本 沒錯 還有呢 小些搞屎棍的 中高層員工 即是有時候未必有老闆搞下來的 而是有些 中高層小小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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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跟誰打小報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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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麼沖刺 那誰不沖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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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我們食物鏈最低層的那一堆都是被人捉的 我覺得他怎樣說呢? 壽氣就每個人都會的 但不要發洩到別人的地方 你可以跟別人伸 但你不是把軟體傳移到別人的地方 而且我們經常都被人捉背脊 我們經常都不知道為什麼要... 是嗎? 是真的 但是他們經常做壞事 沒有啊 我們都基本上做足了本份 我們在工作上已經捱 很害怕這些 經常都害怕附近有一條針在那裡 通常公司文化都是這樣 我明天的目標就是要找我上班的針 就是在針線包裡面 啊 好笑的 明明跳不出來 啊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笑的 不是這個針啊 是跳的針啊 好啊 大家還有五分鐘左右 大家在那裡 是不是沒有課的 大家在那裡 這麼少有人上班啊 我都在想最後一天怎麼爆店長好 請大家給我 不如你話次告訴我 你現在還在做那份工嗎 好啊 我們就這樣 想一下怎麼肥 好啊 幫這個 我們現在雜師說話 就想一下 但是你馬上跟我們說 什麼事留 什麼事留 凡事留一事 對 人後好相見 你想說凡事留一事 人後好相見 我讀不到什麼事留一事 不是這樣也對的 如果你今天不做 然後找了另一份工的 又不對的 然後又上班回來做 哈哈 那其實可能是很困難的 很慘的 如果你又衝動想回去做那份工 其實你也不是很討厭 還有很容易 下一份工會打到你上一份工 問你什麼表現的 所以都 我覺得最壞的是那些老闆會到處唱 對 對 很厲害的 我經常聽老闆說 那些老闆經常都覺得自己很有影響力 在行業裡面 經常都說 你不做這份工 你在行業你不用蠟燭 那些 經常說到好像可以 可以操控你的生命 可以操控你的事業和你的生命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 我是差 我認可人我是差 但是你為什麼操控我的生命 你不讓我變的 對 你不讓我可以再努力 我可能會努力給你 你可以改變生命 對不對 又說這句 哈哈 異形啊 你又想說 說笑 對 你想怎樣爆他 分享一下 說一下怎樣爆他 對 其實我可以你的計劃 下一次可以說 我可以你試試寫一張卡給他 什麼卡 好像很感謝他 但裡面都說了粗口 低調得來 又有一點霸氣 真的 你以為我會感謝你嗎 我不是 傻豬 頭幾句已經做了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不要甩甩 但這些都 看看你跟他關係 看夠不夠膽 最重要 爆粗好像很膚淺 爆粗 對他很膚淺 爆粗很膚淺 有沒有想到一些可以不爆粗 但又不膚淺的方法 好像電影一點的橋段 約他做一些壞事 然後砍爆他 是不是好像 但你這樣會不會都很辛苦 你要想他怎樣才會不開心 弄鼓他 其實你在弄鼓自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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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思趕益 挺好 大家有沒有 現在想到 有沒有誰可以拿到我們的50元 QPON 剛剛說過 也有不同的規則 有沒有特別深刻的 或者你現在有什麼都立即留 我們都計算你進去可以參賽 倒數一分鐘 我又沒得參賽 10元 鄧姑娘你沒有 但是你可以跟得獎者一起唱棋 鄧姑娘你可不可以用真實的身份 去跟我們對話 我們不是很想跟我們自己對話 很煩 鄧姑娘 你敢說話 我知道你不是真心的 雖然你說的都真的很好 我給你一次機會 但是 對不起 先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誰是很深刻的 這個 Dunting 他說誰 其實他也說了幾個 他不斷說好真是他的老闆 對 人生攻擊 可不可以給這個 這麼細心 那個 咦 沒有了 算了 你沒有了 你答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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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人吃榴槤也挺好笑的 對 我這個OK 不讓人吃榴槤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沒有份 你也是 你沒有份 不讓你有份 你答得很好 我們呢 很不公平的 咦 Dolphin Learn Dolphin Learn 給你一次機會 下次我們加碼 哈哈 100元 對嗎 100元 玩這些嗎 唉 想不到現在唱 沒有人唱 最後玩Jet Talk 最後玩Jet Talk Melo 有沒有誰說一個 你們覺得 我想再看一次 好 好 看 沒事你選 唉 作為一個老闆 滾著一批白兵 其實你的兵 我自問我對我Disney都挺好的 唉 你的O.C.Food 你一定這麼說話 不對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是不是太大了 下一集我們說些什麼 下一集是 好像都是關 什麼奇怪的客人 什麼奇怪的客人 關 是奇怪的客人 好像是不是 見過最奇怪的客人 是不是 見過最奇怪的客人 我就是那個很奇怪的客人 咦 但是我沒有回過服務業 沒有什麼客人 你剪報 最奇怪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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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奇怪的同事 最奇怪的同事 我覺得這個 有啊 現在做樣子 很多報 很多報 我的同事 問題是 我錄了幾個圈 都好像真的找不到一個 是嗎 玩Jet Pod 那好吧 真的沒有辦法 送不出的話 你根本無法說服我們 我要怎麼說服你們 不是你啊 不是你啊 哦 觀眾啊 全部零分重集 榴槤那個真的OK 太可惜 太小字了 太可惜 它是 不能得到這個獎品 咦 又關掉了 是 如果不是 如果是榴槤的 就照給榴槤 我覺得榴槤也算是這樣的 但是 那一間公司 為什麼不贏 既然大家都有共識 是榴槤 對 恭喜你啊 榴槤 給你 榴槤 榴槤的朋友 其實 真的 我未找到一間公司 是接受到在公司吃榴槤的 真的 這個我又不可以說它錯 是啊 但是又不可以說它 就是為什麼公司 不可以吃榴槤 是 就是如果 我很肯定我在每一間公司 拿榴槤出來 謝謝 一定會被別人 馬柴 不知道先說了些什麼 就是 我不會相信有一間公司 嘩 這都是好榴槤啊 所以 這個算是奇怪的規則 OK的 我覺得 又是市面上 也都 不明聞大家 大家都但是 我們為朋友 我們會旅行 吃榴槤的朋友 好啦 我們下集就是 五十塊買到一塊榴槤 一按吧 一整個榴槤 一整個榴槤 可能有 可能有榴槤 那些什麼 甜品 榴槤雪糕 榴槤什麼 對 好啦 那下集 見過最奇怪的客人 我們這裡四位朋友都說有貨 沒有 應該有很多貨 奇怪的同事都有 我會找個很奇怪的客人回來的 好啦 那下星期再見 那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可以 拜拜